为了让海线地区的民众甚至是苗栗院里都能够有更完整的医疗服务 李仲和医院与台中荣总策略联盟 那么今天是举行了接牌仪式 预计增加乳房外科、胸腔外科等 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更完整的医疗服务 鞭炮声响起拉下红声 台中荣总、李仲和医院医疗策略联盟正式接牌 这是为了让海线、偏乡地区以及苗栗院里民众有更完整的医疗服务 李仲和医院目前进驻中荣神经外科、心脏内外科等六位医师 现在更扩大科别服务 在农历年后更增加乳房外科、胸腔外科以及眼科等 此外考量肺癌为国内死因之首 更增添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扫描仪器 让居民能就近检查 而中荣院长更是强调 带起基层的医疗能力才能真正的让医疗体系共同进步 落实医疗分级 我想台中农种也很愿意带动地区医院区医院 大家一起成长能够造福更多的台中市民 把整个医疗的品质、医疗技术、医疗水准 那大家都一起共好共荣 两家医院策略联盟今天热闹登场 现场三十几位的明代也都纷纷到场支持 期待能优化海线的医疗资源 减少民众周车劳顿之苦